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患者高度紧张 由于害怕血经的出现 很长时间都不敢过性生活 患者反复询问 医生 都说经血同源 一滴血一滴精 我经历里每次都有血 会不会精进人亡 此为一点型精囊炎病案 中医学术血经范畴 那么 血经真的会导致精进人亡吗 今天袁医生便在这里跟大家聊聊血经这档子事儿 一 什么是精囊炎 精囊炎是男性常见的密尿生殖系感染性疾病之一 发病人群都为青年和中年男性 医血经为主要临床表现 中医上属于血经范畴 从类别上分非特异性精囊炎和特异性精囊炎 非特异性精囊炎是指精囊的一般性感染 常见的病菌有大肠肝菌 变形肝菌和葡萄球菌等 特异性精囊炎是指一般性感染病菌以外的细菌 真菌等所引起的感染 如 精囊结合 令球菌性精囊炎等 二 精囊炎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一 上行感染 及细菌精尿道 射精管上行 蔓延至精囊所致 最为多见 二 淋巴感染 及密尿生之道或肠道等的炎症 通过淋巴途径使精囊受感染 三 血型感染 及身体其他部位 某一感染病造的病原体通过血液循环 至精囊处使精囊受感染 三 精囊炎会有哪些表现呢 一 疼痛 急性者可出现下部剧烈疼痛 并放射到会阴及两侧部骨勾处 满性者则使骨上去隐痛 并伴有会阴部不适 疼痛症状在射精时明显加重 二 尿路症状 急性者尿急 尿痛症状明显 并可见排尿困难 慢性者以尿频 尿急 并伴排尿不适 有灼热感为明显 三 血精 表现未射精时排出血精 精液成粉红色或红色或带血块 急性者血精现象更明显 四 其他症状 急性经囊炎可有发热 误寒 寒颤等全身症状 血尿 也是急性经囊炎的表现之一 慢性经囊炎多表现未性欲低下 疑精 早泻等症 四 需要做什么检查呢 一 经液常规检查 可见大量红细胞 白细胞 经液培养未阳性 温馨提示 经液标本未禁欲三到五天未加 急性经囊炎患者可见血中白细胞数明显增加 二 超声波检查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采超 急性经囊炎可见经囊增大 可呈椭圆形 边缘毛糙 形成浓肿后 囊内点状回升紊乱 若患者患病时间较长 此时可见经囊缩小 呈缩形 并且囊壁增后也粗糙 囊内回升增强 且透声差 三 核磁共振 核磁共振 是目前无创检查里最精确的一种方法 能准确地判断经囊的大小 形态 出血程度 有无血块 有无射精管扩张等 四 经囊镜检树 经囊镜检树是一种有创的检查方法 可以在知识下观察经囊内的情况 并且可以在经囊镜下做相应的治疗 是经囊炎最直接 最准确的检查治疗方法 五 经囊炎的危害 一又发前列腺炎 经囊炎和前列腺炎的关系很密切 一旦患有经囊炎 就会使得前列腺受到感染 有调查结果显示 四 大约80%的经囊炎感染患者都伴有前列腺炎 二 性功能障碍 经囊炎会导致性胶疼痛 并且该病久治不愈 反复地发作 患者也会背负沉重的心理压力 长时间的下去 就会造成性欲减退和早泻等性功能障碍等病的发生 三 影响生育 解剖学显示 经囊腺和前列腺 疏经管 尿道以及膀胱紧紧相邻 也相互交通 由此看来 经囊炎一般都是发生在尿道生殖系统其他器官感染之后 同时 经囊腺分泌的经囊液是经液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 经囊炎是很有可能影响生育的 四 会经浸人亡 经液是由经囊液 前列腺液和精子组成 这些都分别由经囊腺 前列腺和膏丸源源不断地产生 绝对不存在经浸人亡一说 同时 经囊炎所致的血经中出血量往往是很小的 这样的出血量对于人体来说是微不足道的 也一般不会导致全身贫血 六 经囊炎的治疗 根据多年的临床经验 我们制定了具有中西医结合特色的治疗方案 一 西医治疗 一抗炎治疗 选择恰当的抗生素 急性经囊炎 因治疗到症状完全消失后继续用药一到两周 慢性经囊炎则需继续用药四周以上 以巩固疗效 常用着有奎诺酮类 红酶素类 黄氨类等 二 止血剂 对于血经颜色较红者 可适当选用止血敏 止血方酸等 三 减轻经囊腺充血水肿的药物 如以西磁氛 5LF还原酶益致剂等 四 物理治疗 热水作愈 每天一到两次 或经会因或直肠离子导入 微波治疗 用以改善局部血运 助炎症消退 五 晶囊静减数 可在直视下清洗晶囊腺内的血块 结石等 慢性晶囊炎 如合并射精管狭窄 导致精囊液排泄不畅 可经尿道型射精管口切开 六 手术治疗 急性经囊炎 如有浓肿形成则需要穿刺或切开引流 二 中医治疗中医认为 血经之症 来之于肾 肾经损伤耳即因血 诸病源后论虚劳经血出后 云 此劳伤肾气也 肾藏经 经者血之所成也 虚劳则生七伤六疾 其血聚损 肾家偏虚 不能藏经故经血聚出烟 医学中中身息露云 血连之症 大抵出自经历也 其人或纵欲太过儿时于调舍 则肾脏因虚生热 或欲胜强制而妄言财补 则香火动无所限 亦能生热 以致血是极经是中血热妄动 于拜经寒和化为辅浊之物 临床上一般分是热下注 因虚火妄 气血两虚 于血内阻四个正形 一是热下注 正间血经量多 色红或暗红 小便灼热不爽 或伴尿血 腰底 少妇 或阴不坠痛 勿寒发热 口苦而黏 舌红台黄逆 麦前华术 致以清热化湿 量血使血为主 方选四妙丸和小技引子加减或龙胆泻肝丸加减 二因虚火妄 正间血经先红亮少 午后潮热 腰酸吸软 头昏耳鸣 心烦倒汗 口干尿黄 舌红台哨 麦象细数 致以自阴降火 量血使血为主 方选之百的黄汤加减 三气血两虚 正间血经日久 色淡而稀 面色绍华 纳少变糖 小变蛋黄 头昏神皮 心计失眠 舌淡而胖 边有食印 麦虚术 致以补义气血 饮血龟皮为主 方选龟皮汤加减 似于血内阻 正间血经 血色紫暗 肾间血快排出 排经时阴经疼痛 或血经日久反复补玉 舌暗红或有淤斑 麦沉色 致以活血化淤 量血使血为主 方选血浮竹于汤加减 七 饮食及生活气居 皇帝内经上古天真论 上古之人 其知道者 法于阴阳 何于数数 食饮有节 七居有长 不忘坐牢 故能行与神聚 而近中期天年 度百岁买去 关于精囊炎 我们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呢 一 急性精囊炎患者应该饮食清淡 注意饮食卫生 不要饮酒 进食辛辣刺激性食物 如辣椒 大蒜等 以免引起前列腺充血 增加精囊炎的发病率 二 急性精囊炎患者禁止性生活 慢性精囊炎患者建议规律性生活 一般建议一周排精两次左右比较和 是三精囊炎患者不宜长时间骑马 骑车和久坐 办公室工作人员 每隔一到两小时 应站起来活动一会儿 坐到劳易结合 保证睡眠质量 四 必要时需要坐浴和按摩 已经生育小孩的精囊炎患者 每日睡前可用45度热水坐浴 一到两次 每次十分钟 或者在医生的指导下按摩前列腺 需要注意的是 未生育过的患者不可用此法 以免影响生育能力 五 加强锻炼 增强体质 避免感冒等上呼吸道感染 及时治疗取齿 预防腹泻 积极治疗身体其他部位的感染 提高机体抗病力 编辑奥利图源网络 仅供参考 关注 at 袁一峰南科 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